中国亲戚关系图 在微博里被转发了好几万次 为什么这个图表现在这么火呢 那是因为独生子女时代来临了以后 好多这个年轻人不会查辈 你说逢年过节到亲戚家 见着有的长辈平辈不知道该怎么叫 白白的孩子叫什么 白白的孩子 比如说你父亲的哥哥的小孩 你叫他什么 父亲哥哥的小孩 这个太困难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境 说他是你什么亲戚 说不上来 觉得挺没有面子的 所以这个图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有人说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好东西 把舅舅姑姑叫做叔叔阿姨 把姥姥姥爷叫做奶奶爷爷 独二代为何六亲不认 着礼 连今儿 巫福 九族 这些称谓 你又了解多少 咱们电视机前有很多这个年岁大的观众朋友也说 可不是吗 这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小孙子什么之类 就不会查本 你给他说一回 他下次就忘了 尤其是逢年过节 你比方说一大家子要聚会的时候 十几人二十几个人 在一个包房里边吃饭 经常就是领了孩子过来 来孩子来来来 管他叫啥 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你管他叫姑老爷 哎 管他叫三舅妈 哎 这孩子点都叫了 叫完之后 这顿饭吃完了 出了门 他可能就不记着了 而且有的孩子呢 就觉得这太麻烦了 只要是大两辈的 就都叫爷爷奶奶 大一辈的都叫叔叔阿姨 这倒省事了 可是咱们说这种叫法啊 从中国传统来讲 那叔叔跟婶婶是一家的 阿姨和姨父是一家的 你怎么能是一家叫叔叔阿姨呢 那么乱套了吗 所以就是很多大人呢 看到这种现象 哎呦 你这孩子这不懂事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 为啥呢 现在这独生子女时代来到了 一家就那么一个孩子 你看我一分析 你就明白 为什么他记不住这些 因为他平常根本就很少叫 也很少使用这些称呼 你想想啊 独生子女的第一代 他没有兄弟姐妹的 我说他没有亲兄弟亲姐妹 那就意味着呢 他将来呢 就不会有侄子啊 外甥啊 侄女外甥女这都没了 那么如果小两口 都是独生子女的话 那就意味着 没有这个大掰子小叔子 没有呃 大姑姐小姑子 这些也没了 那么你从他们上边来看呢 如果你要是独生子 作为上辈来讲 将来你就当不成姥姥姥爷了 你要是独生女 你就当不成爷爷奶奶了 那么独生女 独生子女的第二代 就又出现新的情况了 没有大掰 没有叔叔 没有姑姑 啊 没有姨 没有旧 所以他相应的呢 连这个什么堂兄弟啊 堂姐妹啊 表姐妹 表兄弟也没有了 所以你越是独生子女 这么一辈辈往下传 这些成位就越无所谓了 他平常也不叫 等他一过年 远亲来了 他平常就不叫 他这会儿他能会吗 你教完他他都忘 我身边有不少人说 说老梁你这个查辈查得好啊 一问你你就知道 那能不好吗 我父亲呢 是这个哥三个 我母亲呢几四个 我母亲呢是有三个姨 四个旧都是亲的 你说我打小就在这么大个亲戚圈里 泡大的 基本什么辈我都能查明白 关键是啥 你用他 你经常得叫 今天这个亲戚来 明天那亲戚来 小孩记性也好 几回都记 所以说中国的亲戚关系 你得是这些亲戚存在 你才好办 中国我们知道是个亲戚社会 人情社会 往往这个亲戚关系呢 是社会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环 咱还离不开这个 所以咱们有必要作为一个中国人 好好了解了解 自己在亲戚关系上这种传统 因为世界上这些国家 恐怕没有一个国家 理得上中国的汉民族 能有这么复杂 理得这么顺的亲戚关系 纷繁复杂的亲戚称谓 令80后们一头雾水 但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 却不陌生 因为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 一对夫妻可能生育多个子女 孩子们自然也有叔叔婶婶 姑姑姑父 姨父阿姨舅舅舅舅妈 若再往上辈排列 还可能有姨姥爷 姨姥姥 姑奶奶 姑姥爷 这样的亲戚关系 特别层层递进 那么亲戚 咱们首先从字面来说 亲戚是不一样的 亲是指你父亲这一系列 戚是指你母亲这一系列 你看咱们过去这个封建王朝说有这个外戚 外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皇后或者皇太后他们娘家那这人 所以这亲是你爸爸这根的 气是你妈妈这根的 那么这两边呢 这头叫血亲 这头叫殷亲 血亲是指什么呢 就是由血缘关系扩大了以后 殷亲是指什么呢 由于结婚 两家原来没血缘关系 成亲去了 说这为血亲殷亲 那么这里头呢还有特别细致的区分 你看咱们经常说 说他是你堂哥 他是你堂姐 说这是你表姐 这是你表妹 这堂和表是怎么回事 当然咱们可能电视机前 素素大点的观众朋友说 老梁你这说的都小儿科 可不是 你现在问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辈 你问他 堂亲和表亲什么区别 恐怕八零后九零后 十个都有九个根本达不上来的 你知不知道堂哥和表哥的区别 不知道 我一直是把爷爷这边 就是大家的这个 我平辈的是 都叫堂兄弟姐妹 然后姥姥姥爷 这边是叫表兄弟姐妹 我一直都这么叫的 那其实这个是表弟表妹 你没有人指出来这么多年 没有 这个没有 叫了多少年 就我一直都这么叫 咱这个电视机前要有八零后九零后 你得注意听我说啊 这个堂亲和这个表亲是怎么回事 这个堂亲呢 是指的简单说 就跟你一个姓的 比方你姓王 你家里头 比方说这个你叔叔 你伯父 这为堂亲 这指什么呢 和你爸爸是叔妹兄弟的 你这属于你的堂亲 表亲是什么呢 是你这家族里头的女人 嫁到人那家去了 婆家那边的亲叔 或者是呢 你母亲 他娘家那边的亲叔 这里头就分成堂亲和表亲了 表亲的概念还两种 有姑表亲 有姨表亲 姑表亲什么意思 是你姑姑的孩子 你比方说你姑姑的儿子 你管他叫表弟表哥 这是姑表亲 要是你姨的孩子 也叫表弟表哥 那就是姨表亲 过去呢 重男轻女 叫姑表亲 打断骨头 连着筋 姨表亲 姨要死了 一辈儿亲 对着姨表亲 没有姑表亲那么重视 所以你看那个 咱们这个举个例子吧 红梦 很多朋友看了 林黛玉跟薛宝钗 其实你要按 现代玉学观点来讲 都不适合跟贾宝玉结婚 为啥呢 他们都属于近亲 怎么个近亲呢 林黛玉的母亲 是贾宝玉他爸爸的妹妹 他俩是姑表亲 也就是贾宝玉是林黛玉的 这个表哥 姑表哥 那么薛宝钗呢 是贾宝玉亲姨的孩子 比这个贾宝玉大点 所以薛宝钗是贾宝玉的姨表姐 因为这个薛夫人薛姨玛 和王夫人他俩是亲姐俩 俩人是亲姐们 所以说薛宝钗 他们是姨表亲 林黛玉是姑表姐 你刚才前面我们说薛宝钗 这是姨表亲跟贾宝玉 林黛玉这姑表亲 你包括剩下薛攀了什么都是 咱一理你就理发现 为什么轰轮梦 假使王学四大家族 叫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那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亲戚关系